女孩亲眼看着自己的师父 在他面前四分五裂 为了击败高阶魔鬼 男主用尽自身的魔力 刺穿了魔鬼的胸膛 击碎魔石的同时 自身也裂成无数碎片 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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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刚刚 高尖魔鬼发动技能掠夺者 试图偷走弗兰的剑术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百事百灵的掠夺者技能 这回居然翻了车 原来弗兰本身的剑术技能是剑男主的 也就是说 他无法抢走共有的技能 不过即便如此 高尖魔鬼的实力 也远在弗兰之上 在密集的攻击下 弗兰只好一味地躲避 而且光靠剑技 完全没法对魔鬼造成伤害 必须找出他的弱点才行 这时男主发现在密集的攻击中 魔鬼始终避开那个地下城主 于是试探性地 对地下城主发动了火焰剑 魔鬼发现不妙 赶忙闪现到地下城主面前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攻击 原来只要击败地下城主 提供能量的核心 就会进入休眠状态 地牢也会随之停止活动 里面的魔兽更是会一同消失 既然如此 弗兰和男主同时发动魔法 向地下城主攻去 但魔鬼发动的屏障 保护硬如龟壳 照这样下去 恐怕用尽魔力 都不一定破得了防御 于是男主打算赌一把 弗兰继续负责发动魔法 而男主趁此机会 假装从一旁飞出攻击地下城主 但他的真正目标 却是魔鬼的魔石 就在这出其不意的最后一击下 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魔鬼被击杀后 若击地下城主 被弗兰一箭斩死 随着核心的休眠 地牢停止活动 其他冒险者 这才匆忙赶来 看着地上避急的高尖魔鬼 众人不禁留下冷汗 而弗兰的不按规矩形势 彻底惹怒了多纳多 无作战 单独行动は危险すぎると 厉しく言ったはずだ 警察のここ来十か所 再び教え込む必要があるようだな 一つ 人より努力を押します 人より努力を押します 出たよ どなたさん名物 十か所百戦 人より努力を押します よー 良い子の冒险者 いつ いつでも笑顾でクエスト 之后弗兰回到了冒险者公会 公会会長 询问弗兰魔鬼的魔石 到底去哪了 本祥一打败时 就毁掉的理由搪塞过去 可就在这时 いいや まきたまえ 小娘 貴様 嘘をついておるな いくら隠そうとしても無駄なこと 聡明なこの私には分かるのだよ 何だこいつ オッホ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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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